大家好 大家好 我 因為 都第一次記憶 所以 我 介紹 這個 那個 我們 這個 書廠裡面 書廠裡面 書廠裡面有我的名字 拿書廠 爸爸說 我們就 學習 講課的課程 名單裡面 書廠裡面 我生 我們是在文彥 文彥 大家可以去Google Yahoo 現在 年輕人有手機拿來 就跟他打進去 張文彥 多兩隻就好 教授 你們就會看到我的資料 這樣大家不知道 有清楚嗎 如果要更了解我的 打進去 111人力銀行 111人力銀行有名人小賺 你跟 你打進去 那你 明人小賺 像張文彥就好 111人力銀行 這樣就要大家清楚了解 今天是初期班最美节 最美节就是 我们综合 跟这三天来 上海 做一个复习 就是 我看大家应该 有这个感想 来这里所调的 在外面都没听到 所以 大家会感觉 真的流亡政府 都是用骗的 我们现在 我就 用手准备的 POWPOINT 这个来给大家 刷并 和大家 这三天来 收拾 来 学习一拜 让大家更清楚 首先就是因为我们来参加我们的成功的机会 是怎样? 这个政府要用很多人材 你们就要扶植未来要推荐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国庄的事务 所以条件一定要自己要有专业 那专业要怎样去呢? 就是说年龄若少年来越来越近 年龄若少年来越大 这样就没问题 不然就一定回去要拜托大家做很多事情 如果说第一例就是说 你去找那些年轻的 有些专业的都叫人来上課 第二就是说 鼓励大家 那些亲战朋友来请新闻做 这两点 一定要去做到 因为你们来这里设计后 你们的感觉说 到外面所调的切都不一样嘛 所以你们大家 都有这个福音 我们来听到真正的 我们的台湾的政客的论述 我现在就要来说 台湾民政府啊 台湾民政府啊 的重置啦 宗旨啦 我们的宗旨啊 比科匹的执政 台北市的 他的执政 他们的想法 比较早 因为我们 两三年前 我们 执政的宗旨 就是 为百姓设想 什么事情 都是要为百姓 来做 啊 因为 说到这 就是说 科匹 他 他在 执春联啊 等于说 在执 我们 说 过年 要带这个 紅的 春联啊 他就去执这句话出来啦 啊是不是 科匹 如果 很清楚 我们台湾民政府 会看法 啊 所以说 我们 比他的 事项 比他早 他 这句 应该 大家都看到 嘛 齁 这些 就是 家庭 一样 这样 大家 不知道清楚吗 齁 来 过来 人 过来 我们要了解一些跟我们靠关系的美国人 这就是要让大家清楚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台湾的地位 我们来想看看 李定徽在做总统的时候 他说要把这个台湾姓会审 有这个事情吗 有嘛 美国说不行 是不是这样 现在他有台湾姓 他说咧 知道牙手 我没有三四个人知道而已 我那么多人不知道 我才去坐旗车来 我跟他说要来吃 他就莫名其妙了 他说 你们到底是什么组织就对了 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 这是台湾民政府 我跟他类似 集体的例子 我又跟他说 有台湾 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 台湾姓政府 有一个你知道吗 他说不知道 我又跟他说 台湾姓政府 现在的姓政啦 就是姓主席啦 就是林郑哲啦 现在新的姓政 新的姓政 做两任务 现在 在做什么 政务委员 减 台湾姓政 台湾姓主席 林郑哲 这知道吗 他手 这一个人而已 因为林郑哲和我同事 他若是 设立大学 的董事 我刚才那时候 我跟他在那间大学 我做董事 跟他同事 差不多三年 这就是 他会了解说 实际上 李定辉要 会 神 他暗设说 要就地和华啦 把流亡政府啊 来以后啊 把这个 要就地和华 他 他的生活是这样的啦 但是 这个观念啊 在什么时候啊 哪有这个 说法呢 杨思琳在做外交部 付宝顶的事啊 他就 建议了 他 要这样做 他只要来冲一个 中华 台湾 要来改参 解散国会 同情改组 抓啊 把本土台湾人 三分之二 中国来的人 三分之一 来组成 一个 国会 来修改 这个 宪华 和这个土地 国土啦 要来拼 杨思琳啦 有提出来 因为这是什么 这是 自由时报 的报导 是 9月20号 9月20号 现在 如果 一周多前 的报导 的报导 他这样 这样说 啊 怎么会 那刚好 杨思琳啊 我哪有识识 杨思琳 在 南非 在 做 大事的事啊 曾经 我哪有 打电回去 他会 给我 吃 啊 他 他还跟我说 他 如果要 请人 去的 时 都会 事先 问 说 你什么 时 时 有 时间 这 来 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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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會了解國際化 所以他很接觸的外交家 剛好我那個時候我在南非 我也直接都跟他通電話 這就是元婚 楊七婚 當然我沒有去講其他情形 我是要跟大家講 事先我們要去了解 為什麼美國這些人我們都要去了解 他的動作我們也要去請做 他發講出來的這個時間點 我們大家就要動動腦筋 是哪個這個 2014年四月四月四月五 丟出來說要給台灣自治 是不是他們管理很大呢 等一下 李政會 在會審 你說還不行 好啦 再來說 阿扁 他還要參加聯合國 說台灣共和國去申請 被推薦 被聯合國 潘西文 秘書長把他推薦 都沒有開就給他推薦 退薦 退薦之後 他說聯合國如果不插嵌 我們自己人民來注解 到底這些人民來投票 來自己決定自己國家 阿扁是要這樣做了 美國國家豐好啦 他講什麼 你是麻煩製造者 有啊沒有 這句有 大家有聽過嗎 有啊 有啊 是怎麼這樣 兩個 本土台灣人的總統 想要 自己 台灣 成立一個國家 這麼困難 阿扁說 我 不可能 其他人也不可能 你先看看 他在這個時候 這個人 丟出這個議題出來 大家先看看 知道嗎 知道嗎 他在這裏 好嗎 是怎麼 好 你說 因為是 美國 聯邦法 已經 亡法 崩潰了 台灣 要 讓美國 分數 改革 改革 這個地 是 美國 了解 打破美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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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你這兩三天 會 的結構 嘛 就是這樣 但是我要補充一下 不一定說很正確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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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怎樣 實際上 依照 國際法 政政法 跟古金山後面交流 我們 第一天 來上課的時 第一天 上課的時 第一天 上課 上課 有討 我們的主典嗎 大家先看看 開幕 開幕 我們 台灣民政 府的 主典嗎 和立典嗎 有啊 沒有 大家想 我們 第一次 在那裡 說得很清楚 這就是 怎樣 一定要 根據這個 國際法 和這個 政政法 古金山後面交流 來 改割 台灣的 問題啦 不可以 趁 李天輝 要 會審 現在才被他們當審啦 台灣先到這裡啦 旁邊說 你 來公道 他說 你是麻煩製造者 現在 大家 會得了解 以 羅斯 美國 美國治理國務卿 你 在關亞太 剛才太陽花事件 出來之後 全世界 世界 都站出來 都年輕的 台灣差不多五十萬人 站出來 那 站出來之後 那 現在 三月 三十 美國 怎麼怕到呢 如果 沒有人 發佈 要讓台灣 自己來 主題啦 俄 說 也就 那 這個 俄羅斯 那 一個 這個 土地 就是 不是 你們 說 住 在這裡的人 的人 人 原來決定,原來這個土地就有人的, 也沒有全國人用國際法。 所以這個土地要是日本天皇的。 所以你剛才說日本,必須說這個土地是日本天皇的。 日本政府跟日本天皇是不一樣的。 現在所說的土地是什麼? 拿到加拿大、奧地利亞、歐斯拉利亞和這個紐西蘭一樣。 他們都是什麼?大英國協。 他們效忠是什麼人?英國女皇。 我們阿伯啊,變成台灣自治。 我們所效忠的是誰?日本天皇。 這樣大家不知道清楚了。 所以,甚至美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打下來, 他所佔領這個台灣。 所以一切都美國在指導。 這樣應該大家很清楚了。 當然外面說的就是台灣地位未定論。 事實上,根本是已經有這個存在,不是未定。 就是,常常奧巴馬和西拉利亞都是什麼? 依照國際法解決世界的爭端。 什麼叫做國際法? 這就是說,台灣這塊土地原來是誰的? 啊,就是誰的。 用打戰,用戰爭法來取得是不可能的。 是因為怎麼樣? 1945年4月1號。 1945年4月1號。 日本天皇已經在台灣實施民治憲法。 已經將台灣納禁不可分割的領土。 就是台灣跟日本是不可分割的。 你用戰爭法來取得也不可能。 所以,要跟大家說,台灣跟中國一點關係都沒有。 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個大家這樣清楚了。 美國。 後來,這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這個要知道就好了。 因為這一次要讓大家知道。 他來不知,你怎麼在裡面。 媽的研究最好的朋友就是 菁普通。 人家在批評。 還有什麼,那個要做什麼。 只要跟媽的研究比較好而已。 一直都跟馬英雄做事。 做事,讓他去美國,他要去美國,去美國, 去美國兩年後回來,去住在美國, 住美國代表,兩年後回來,跟馬英雄說什麼? 大船離港了,應該他在那兩年跟美國接觸, 我都很清楚了,回去怎麼說這個? 這不是我這樣說的,這都有時間、地點、人物, 他跟馬英雄說大船離港,這樣什麼意思? 大家去想啦,這樣什麼意思? 就是要準備走路啊。 這樣大家有清楚嗎? 我們再看下去。 當然,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跟馬英雄在配合啦。 怎麼會這樣? 中國玩英雄的,他在聯合國的附件裡面, 攝帶啦,他說有管理,收回這個澎湖。 因為是怎麼說有管理? 他只要引用什麼的管理呢? 因為中華民國, 去給聯合國說,看出來。 所以中華民國所有的都去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接收啦。 所有的財產全部繼承啦。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中華民國。 有這個例子嗎? 有,韓國大使館以前中華民國的大使館喔。 然後,韓國跟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以後, 跟這個中華民國這些人搬照。 那個大使館全部移交給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就是實在的例子嘛。 所以,他們如果要用這個方式, 他們為什麼要用? 他們說,馬英雄說台灣跟澎湖是中華民國的。 所以,中國說中國就要來接收台灣澎湖。 這樣大家不知道聽得懂嗎? 所以,所以說怎麼樣你知道嗎? 馬英雄在這裡要把我們求參與下去。 要把我們本土台灣人都求求。 這就是他們的做法啦。 中國說中國這樣配合。 這很明顯很明顯,都要做這些事情。 當然,西拉蕊也有發表,說20年後中國會衰退。 當然,大家可以上網去查西拉蕊所說的話。 實際上就是這樣。 太依賴中國,台灣變成很脆弱。 這是實際上。 這是很簡單的事情啦。 我經常說齁。 中國是一層大層水豬。 台灣是一個比較小層的水豬。 大層水豬一定比較淺、比較看嘛。 小層水豬一定比較淺嘛。 較淺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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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開通。 最能流離開去。 一定流離開去。 那四層窩 Como�了。 那四層窩。 就四層了。 這就是怎麼啦呢。 清中的這些本土台灣人, 跟要做中国的买办家的人 当然都会叫做西津 台湾西津 就是要去挖中国 当然这个外国人都看得很清楚 我们本土当然会看不清楚吗 他这就看得很清楚啊 他主要要做买办 要去拿他们的利益嘛 当然中国说好了 你如果台湾我挖过来 我给你一些利益 这就是类似的 外国人就看得清楚 我们自己看不清楚 他只要做买办 我只要看不清楚 你还能做买办 我还能做买办 但是我还能做买办 但是我只需要2个人 就需要达到 我会做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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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有来跟我们秘书堂问, 问说,您对日本正确都有一个比较有感恩来。 秘书堂说,这个是安倍晋三。 所以,美国出来秘书堂, 秘书美国暗中,秘书堂三天。 所以说,它的经济改革,美国秘书堂配合, 要让日本的经济好起来, 它将来到三天, 改革美国的问题。 因为美国经济没说很好。 日本也好起来, 它就来到三天, 列宿安保条约就好。 。 安保条约啊,以前, 安倍, 这些, 以前这些众议院这些议员, 八分之差不多九十, 都反对了。 这个智慧前解禁。 早期, 第一, 安倍, 人民这样不行。 这如果没有接近啊, 第一, 只能帮来, 只能保护而已, 不可以再反抗。 这样怎么办? 不可以再反抗。 再来, 他如果没法到美国, 就比较到三天。 所以这个, 政行客, 他说, 解散日本的众议院。 解散, 议员, 改选。 改选了, 差不多, 百分之, 啊, 到九十左右啊, 都支持的政策。 所以, 在这个, 啊, 众议院, 的这个法案, 啊, 就是说, 自卫前, 解禁这个法案, 能够通过。 那, 最近, 他的参议院, 哪通过。 啊, 这就是, 来在跟, 美国打三天。 因为, 他就, 台湾, 受到, 攻击, 日本可以派兵, 来协助。 这就是, 政策的。 啊, 所以, 这个人, 应该, 大家要知道嘛。 啊,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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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那, 这就是, 大船离港, 的象征啦。 现在, 不是, 只能说出来而已。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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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樓室,我們第一張照片的那樣 他這個又說什麼? 2015年是台灣重要的政治年 他主要就是人為 他主要就是美國總統歐巴馬 他也要想歷史定位 一個政治人物他都是想在他的任期裡面完成重大的 又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70年 所以樓室又丟出來這個問題 樓室又丟出來這個問題 這個給大家去思考 去美國自媒代表回來之後 他又去做國安市的秘書堂 還做比較沒有半年 還做頭半年 他又死了 死了 大家看說 死了之後帶我兒子 他又去外國 可能是在安排退路 安排退路 還幫忙馬英九安排救生庭 這不是我說的 這就是 部長說的 那大家想看看 大家想看看 這退一條後 最近又回來了 我還做什麼關 大家知道嗎 大家知道嗎 大家知道他現在什麼關節嗎 中統府的資政 我一個月 約幾十萬 中統府的資政 他想要做就來做 不要做就不要做 我看 沒有一個體制上 像這個 不知道說 有 跟媽媽的特殊關係 這就是 給大家思考 這就是 老的 做 我還要幾十年 這個禮拜委員 都在做禮拜委員 都做國安部的 林玉方 不信 是 是跳船 不是 健康的因素 健康的因素 這裏什麼人大家知道嗎 江羽花 江羽花 漏台後 因為 於 太陽花 照去 進入去 行政院 他 使用 暴力 去除 從 從 被攻擊 下台 下台 之後 他回不去 台大 是 怎樣 因為 原來 戒調 如果 做教育 有一個好處 政府機關 如果要 你用 借調 你 不要好好 你來做行政單位 來做館 但是有一個期限 都是三年 一般 學校 借調 都是三年 一般 要請請 有時候 學校可以準 有的學校就不準 因為 現在都有在評鑑 也都在跟國外 比那個 師資的 關係 所以 學校越來 不喜歡 借調 當時候 辭職以後 要回到 台大去 台大的 學生 反對 回到學校任教 這件事大家知道嗎 是怎麼 台大學生 反對 他就回不去 大家不知道知道嗎 因為 學校的 聘任制度 有一個程序 事先 事跟所 要聽這個老師 一定要 事務會議 跟事務會議 要用某些老師 以前的老師已經聘了 不必要經過這一關 心聘的 一定要經過這一關 現在他 不回來啦 去做公務人員啦 已經過期啦 現在 過期以後 要回來 變成什麼 心聘 心聘的話 必須要從 按照這種手續 要有細手 的會議通過 細手 會議通過 有的細手 要開這個 會啊 要有 學生 代表參加 細手 學生代表參加 所以 這些 學生反對 反對以後 他就進不去 台大了 如果 那就失業啦 職業 到什麼時候 到什麼時候 大家看一看 這個什麼時候? 2015年3月6號 2015年3月6號 他說要去台 他說要去 哈佛大學和斯坦佛大學 學者訪問 那時候什麼時候要出去? 3月5號出去 3月4號 總統府聘請為什麼? 執政 執政 第二天 他出國 要去紐約 要去紐約 大家想想看 那個時候 時間 的 因事背景 我們什麼時候 第二次去告美國 大家知道嗎? 2015年 2015年 2月28號 2月28號去告了 美國法院 美國法院 的資料 就送到 外交部 外交部 我們外交部長 林永樂 他 打開一看 打開一看 下來一跳 然後 再 再 再 把他 轟回去 蓋一個章搜 記搜 大家知道嗎? 有沒有聽講過 有沒有聽講過 記搜 記搜 他要趕快 派人 去 美國 找律師了嗎? 我們28號 2015年 2月28號 那個時段 去 這些都 這些因素啊 都連帶關係 所以大家的思考 有時候 要了解這個 連帶關係 好 好啦 我們再來 他出去 誰跟他送雞 這個都很奇怪的事 一般人啊 真的是 誰去跟他送雞 這個人去跟他送雞 警政署的使長 王卓金 到桃園送雞啦 大家想想看 一個以前的行政院長要出去 要派一個警察頭子 當保鏢把他保出去嗎? 大家思考啊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 大家不知道有生錯嗎? 如果 在 過海關的 階段 要使他順利通關 啊 警政署使長 跟他一起走 那些檢查的 都是不是 跟警察單位 有關 一看到 食堂來了 就要盡禮啦 會不會說 講一話 你的皮包開來看看 敢不敢 敢不敢 不敢 不敢嘛 啊 這個是不是奇怪的事 一般 一般 我們出鏡 都要檢查嘛 啊 有時候 過 海關的時候 他都會說 把皮包開來看看 他 他 跟他 保護出鏡 皮包裡面是什麼東西呢 都不知道 這個大家去想喔 大家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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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筋去想 為什麼 出去要拍 你 越來越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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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13號 就是3月 12號 3月12號 我們在美國有什麼活動 我們辦什麼 在華盛頓DC辦 在國家記者會裡面去發表 對不對 為什麼 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主席 羅伊斯 會帶 一批 外交委員會的這些人 跑到台灣來 會這麼剛剛好 為什麼他不會在華盛頓DC 聽我們去演講 這個都是跟江魚化 他們 有關嘛 如果 大家要動動腦筋去想的話 就是這樣 不要 不要 有關 我們 台灣的市的 外交 這些 重要的 委員 把他 請離開美國 使他們沒有親身 聽到 我們的 演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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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亡政府就是 會 會 搞這些 安排這些 叫江魚化去 也都是在 做這些事 是嗎 大家要來看這個 這個是什麼 柯P也是很 幽默嘛 他們 美國國會議員 問說 你聖賢的策略是什麼 他說什麼 要游得比鯊魚更快 在水裡 他被統計到 進險的時候 跟他抹黑啦 抹黑 幾個抹黑 M1149 再來 柯P在賣器官 好在 都 有人相助 說他 金錢有問題 所有的 他的 把他貼出來 貼在牆壁上 他說 賣器官 這個是引用什麼 賣器官這個是 引用美國一個 醫學的學者 寫一本書 要抹黑他 沒有說 這個作者 說 柯P在賣器官 如果 如果 像 小鷹 我想 小鷹上次就 倒掉 就是 是什麼問題 也在抹黑他 抹黑小鷹是怎麼樣 叫他 李昌安 裡面 這個時間 他根本 就不是 行政院賦院長 他已經下來了 他還 指責小鷹 刘亦如是偷改这个日期 偷改这个公文 到现在还没有事 选了输掉了小英 当时人气还不错 等于到现在是输掉了 这个也是一样 要抹黑叉 他说美国的某一个著名的血组 在医学上的血组 说他在卖器官 不,真是说真的是天佑台湾 真的是天佑台湾 美国当地的朋友 知道这些事 就把那本书翻译好 赶快传来给柯P 两天就好了 拿到那本书 里面都没有写啊 没有这柯P在卖器官啊 那如果不是柯P 有的人也搞不清楚啊 他要怎么去真正去解决这些问题啊 所以说柯P说要游得比鲨鱼更快 还没有死之前 他就说东西都拿到了 他把他证实了 赶快他们还组织了一个 历史团写信给 这本书的作者 这本书的作者已经就怎样 拿到了 拿到了 他也回函了 因为现在啦 已经你要抹黑的机会越来越少 因为是怎么样 都在透明化 你要去跟国外联系一按 他马上收到了 所以科学进步 那这个都是 现在大家都用手机 又电脑都在用 所以很容易啊 谎言抹黑 马上可以解决 这个就是 柯P 这个也就是偏右台湾啊 如果台北市 不是柯P选上 那现在台湾真的是乱糟糟啊 柯P选上以后 你看 东京消防特技队 第一次啦 首参加忘安演习 为什么 是不是日本也很清楚 台湾就是什么 日本天皇所有啊 大家注意哦 你们有没有发现 最近在 你们在看电视的时候 日本的厂商的广告 越来越多 有没有 有没有发现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说 商人啊 他的眼光 更厉害 他已经了解台湾 是日本不可分割的领土 所以他来这边做广告 所以他来这边做广告 大量做广告 以后 台湾 就是他的 重大的市场 是不是商人都 很清楚 那我们这边做广告 马英九 当然他是台日的嘛 而事实上商人认为 这些原因是什么 这些原因是什么 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 已经 四年了 都拿这个旗子 都拿这个旗子 进日皇宫 进到皇宫里面去 这个代表什么 日本已经 都了解 为什么台湾民政府 会到日本 来 天皇祝寿 为天皇祝寿 来参拜 晋国神社 晋国神社里面 有 三万 九千一百人 的我们 第二次世界大战 台湾日本人 日本台湾人 为日本第二次世界 打战 战牺牲的 他 奉送 在 在 东京的 日本神社里面 我们 都去那边 参拜 已经四年了 我也 去了 四次了 日本 几乎都知道了 只是 台湾 不给我们 知道 我们 九月 十二号 十三号的 这些游行 台湾有没有 把你 在网络 丢出来过 在 在电视上 跟你 丢出来过 全部 轰杀 都没有 为什么 他认为不要给你 替你做广告嘛 这个就是 你是对的 但是 都不给你 做广告 做广告 事实上是这样啊 这个就没有办法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这个 日本一直一直 来 照顾台湾了 上次大的台风 日本也有派 人来呢 有看到这个报导的 举手一下 上次的大台风 好 谢谢 都日本已经清楚了 都会来照顾台湾了 台湾有什么灾难 他们就会 来援助 这个都是 日本来 万岸远急的 这个都是 日本来 万岸远急的 这个美国 他们的 建筑 当然 有些人 现在 最近 习近平 跟欧巴马会面 也可以看出来了 也没有什么 新的 问题 就是按照 国际法 战争法 旧金山和平条约 来解决 台湾问题 这个就是 刚刚 那个 美国 就是 国家安全观 亚太小组的 爱卖文强调 蔡英文 在选的 选的是什么 跟罗斯所讲的 不符合 她并不是 选 蔡英文 所选的是 流亡政府的 总统 流亡政府的 总统 蔡英文 所选的是 流亡政府的 总统 所以 要大家了解 也说 连赞 跟郝伯承 为什么当时 骂柯批 你是皇民 有没有 但是下一句 不敢讲下去 这个什么意思 皇民不能来 当我们 台北市 流亡政府 首都的 市场 那这样清楚了吗 所以 要不然他会 叫皇民干什么 皇民啊 就不能来 当 台北市 市长 我们 是流亡政府的市场 你不是皇民 你是皇民 你不能来选啊 因为要 他们要选的 只是 谁来选 应当是流亡政府的这些人民 从大陆来的这些人民来选嘛 所以 所以 连赞还 骂 阿扁 说 阿扁是 窃取 偷来的总统 啊 为什么要这样骂 他骂 你要按照 国际法 战争法 跟旧金山和平条约的话 我们为什么要跟他们 阿扁 你就不可以来选 你还跟我来抢 流亡政府的总统 这个都是这样嘛 那 现在日本啊 现在日本啊 阿 现在日本 阿 安信夫啊 阿 事实上啊 他 因为 我们这边说要管制嘛 阿 他跑错了地方啦 他第一个去拜会谁 拜会王金平啊 当然 马英九不高兴啊 他来 就去拜会王金平 阿 阿 拜会完了 再去拜会马 阿 阿当然 这个也没有跟他办好啊 阿 我只告诉 这个当时就日本啊 还搞不清楚啦 阿 这个观念啊 这是给大家看 阿 来看看这个 这个就是在 这张报纸大家有没有看到 都有看到嘛 我要讲一个小故事啦 给大家知道 苹果日报 苹果日报 版的第二月呢 A2呢 A1就是正面的 翻过来那一月 就是A2 第二月 这张报纸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么大 都在报道我们 台湾民政府 大家不知道 里面看 有没有看出来什么问题 差不多在 应当在 在四年前,蘋果日報他們的政治記者有來要訪問秘書長 那個時候也差不多在三點多鐘,我們上課完了 那我也出去了,剛好他們的記者在那邊 他說要來拜會秘書長 秘書長就準備一套他的著作 《新台灣論》跟還有其他的中英文的著作 差不多六七本,一個袋子 給他說,你回去啦 讀一讀看一看 你才曉得來訪問我嘛 要不然你要問什麼 都不知道,你要來問我 這個政治主的派來的訪問人 就摸著鼻子,就帶著這些書 帶一袋的書就離開了 這一次啊,他就有計畫啦 事先來通知啦 他要來訪問啦 以前沒有通知 現在他可能那幾本書啊 秘書長所寫的那幾本書都看完了 他清楚啦 他清楚啦,來了 他來了 看這些報紙裡面又發現這個 這個,發現這一張 秘書長看到這一張,問我說 咦,我們的照片有外流啊 原來是什麼 他們的記者啊 早一個禮拜來上課啦 像大家一樣啦 大家有沒有拿到國旗 每個人都有沒有拿到國旗 你們跟那個蔡英文也一樣啊 蔡英文第一次去美國 也拿到一片國旗啊 是不是 他來上課 叫旁邊的人 好像說你們兩個其中你 啊 是這個蘋果日報的派來上課的 你在領旗子的時候叫你說 欸,跟我照一張 他們已經怎麼樣 了解啦 所以要來採訪已經生日啦 更生日了解你 所以我們當天啊 就安排 在這邊跟他們會談 這些我們 啊 都是年輕的 同心 都是 知識 相關人員 在這邊 跟他們會談 這一篇啊 起碼如果要買廣告 廣告會的話 要 差不多150萬左右 聽我們做 啊 他 怎麼樣 他 原來 報紙就有 不能燈啊 盡量 把我們的聲音 不要曝光 都不要給我們曝光 他能夠 不寫一些說 台灣民政府 虎四萬人 就是表示你台灣民政府的 發的身份證已經有四萬多張了 他 他用用什麼 用糊的 所以要拜託大家 回去啦 一定要 你的親戚朋友 趕快來辦 啊 身份證 台灣政府 身份證 啊 這個身份證是百分之百正確的 啊 我不會騙人啦 因為我已經告訴大家了 你們去上網都可以找到我 我會騙你嘛 我會騙你嘛 我會等於是 菜市場賣藥的 以前早期菜市場賣藥的都是 各種無謂 叫做翁鹿的鮮 都 都用騙的 我有身份可以給你查 我還告訴大家 一個 我 去屏東縣政府審查一個BOT案 那個外聘的委員有三位 我一位還有一位成功大學的教授 我也認識 還有一位我沒有認識 我去審查也是穿這一套服裝 去審查 審查完了以後 那個第三位的跑來告訴我 說童馨啊 我們來這邊上課 上完了以後大家都是童馨 來 他知道我因為他穿便服 我說不好意思 我不認識你 你認識我 可以不可以要一張名片 我自己也沒有印名片 現在都用完了 都沒有在印 我跟他要一張名片 名片拿起來看看 他也是一個專家學者 他是成功大學 建職系博士 在高雄 一個科技大學 所以副教授 再來 再來 開一手 建職師事務手 他也是 專家嘛 也是學者嘛 他的身分跟我差不多 因為我年紀比較大 我是教授 因為我年紀比較大 我也是專業人士 跟他 我本身也是專業人士 我也是仲裁人 仲裁人 仲裁人 簡單的就是民間法官 這個就告訴 但是 我們還是希望 更年輕的 童心 要告訴 你們的 朋友 都來上課 我們 要 很多的人才 來替台灣 改革 必須要很多人才 來幫忙 這樣大家做得到嗎 感謝大家 能夠做得到 回去一定 去找 年輕的 有專業的 來受信 那我們再看下來 來 大家來看 太平洋司令部 是台美軍事合作的重地 來再看這一段 美國 25 戰舵 航空旅 跟我們 601旅 阿帕基 阿帕基 捷門 我們要 告訴大家 什麼叫做捷門 什麼叫做捷門 大家 想一想 為什麼 報紙丟出來 這個 是什麼意思 大家動腦筋啊 明瞭 六千作戰 美方 主動 我601旅 跟美國 25 戰斗航空旅 結門 這個 報道是什麼 大家用腦筋想啊 因為我希望大家能夠 都動些腦 就更清楚了 這個是美國以前告訴秘書長的嘛 說軍隊美國來控制就好了 是不是已經證實了 美國這個軍隊由美軍來控制了 我們要去問美國的 絕門嘛 什麼叫做絕門 我們聽他的 他們聽我們的 當然他是大國啊 如果是台灣 這個中華民國就是要拉跑了 當然他一定要聽美國的 那就絕門 所以有的空軍 以前空军他们的徽章都是什么 大家看到空军的徽章都带一颗什么 两个翼 中间一个是国民党的党徽 这样晓得吗 有的空军基地也是这样 现在不是啦 结门啦 结门可能徽章又变了 对啊就是结门了嘛 这个什么 美方什么 他这个就是一个 他们的颇章啊 他们这个不是徽章啊 这个都是他们的那个章啊 我说 有 有 有 早期的 這個中華民國的戰車啦、飛機啦 都有那個什麼,卡連白那個嘛 現在都取消了 你看,這個大家用用腦筋 來來,看這一張 這張是什麼 美指揮官交接 ROC的總長出席 AIT是什麼 AIT是什麼單位 美國在台聚會 提供的這個照片 平常人這一張照得到嗎 平常人可以照到這一張嗎 不可能 這張照片 對 台湾参谋总长袁德花参加这个仪式 来看看 当然这个是马英九是要靠过去 马英九 国经共谍案 以前的最高法院的院长说 上位者应明确宣誓敌我 他只要 因为将官都在那边 国经共经就是中国经 那都没有办法 他们已经都要过去了 所以说 会被 最近也闹出一个笑话 张显 张显耀 大家知道吗 现在说 以前说是什么 共谍对不对 要把他换掉 后来法院判 他不是毁德 现在说 现在说 要请他来选什么 高雄的 南紫区 的 立委 所以大家想想看 这些是什么情形 就是 上面的人要 要 要负责啊 那你 马英九 马英九 你就靠过去了 那你 都是 很多下面的人都跟着你 都方针做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去 来看 我这个都是在 证实 说美金没有进来吗 美金已经陆续在进来了 这个是什么 美国 现役金官 罕见公开 参观 这些 但是 出来 穿便服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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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 人 的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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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看到这个啊,有时候很多事情就了解啊, 流亡政府是在百难,要把这个国家弄得乱七八糟。 我为什么提到这些? 因为公务人员,人事创十年新高。 大家想一想,电脑越发达,行政工作早期都是有人在处理, 那必须要请这些这么多的人来做,没有错。 电脑发达以后,起码可以省掉一半。 有没有省?没有。 还有,还有在雇用一些,创一个名词叫做聘雇人员。 真的,都是很会用词啊。 用一个用词说聘雇人员。 什么叫做聘雇人员? 什么叫做聘雇人员? 正式的人员不做, 推动不好,油条了。 那就请一个聘雇人员来帮忙了。 现在做事的都是聘雇人员在做。 你看,这个会等于什么? 像苗栗一样啦。 公务人员太多啦。 像希腊一样啦。 希腊国家, 债务倒掉了。 这个就是要给大家去思考。 这个是在加强美金来控制。 所谓的金言员啊。 他说,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 赤美国国防部高层访问, 使他们互相交流。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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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所说的都是说, 金寺合作啦。 等于是接管一样啦。 我们台湾也要像希腊一样,一定要财政部部长的太太说退休以后,比林还没有退休,还要兜钱。 你看,国家不倒也怪。 再来看,我说的台湾,日本的搜救队抵台将是台湾的灾情投入第一线救灾。 十个,带了五百公斤的搜救,还有搜救钱都来。 早期啊,我们有一个大台湾,早期,那个八八水灾,应该是八八,那个小邻村那个事件啊,那个水灾啊,美金的运输期有下降在台南。 中国说也要来,美国要来,那马英九说季节外国来,美金开了就来了。 这个是台湾是我占领的地方,我就下来就下来,在台南。 这个地方要大家知道,现在马英九啊,要办一个光复节的大的活动。 我听说,因为刚好我有到去中部的大理的地方啊。 他说,他们十月二十五日啊,要去国富纪念馆啊。 他说要参加光复节的大会啦,好像世界的人都会来啦,很多人来啦。 我问他说,您是什么单位邀请的? 他说,都在这样讲啊,要我们去啊。 那就是,只要是国民党或执政单位啊,要来模糊这个焦点。 把这个历史,这个焦点啊,要模糊掉。 所以,他们借着这个光复节,他们才有这个合法性,来占据台湾啦。 重点就是这样啦。 事实上,他已经讲很清楚啦。 李登辉啊,李登辉啊,说他们要庆祝光复节啊。 李登辉说,根本没有啊,对日战争。 这是史实,是历史啊。 他说,他说,伪政者应向人民讲实话。 国民党不要啊,趁机操作这个险情啊。 他只要是说,但是事实上啊。 那个,很多说李登辉是啊。 那么,每日史官啊,否定台湾主权。 这个是没有这回事。 但是,我们要讲的,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光复节啦。 他们就是要,什么叫做光复节。 当时候,我最简单的讲, 我叫我的父亲叫Odozang, 叫我的妈妈叫Kajang, 他叫我HumioHumio。 那,后来,我说我是中国人。 那,我是不是中国人。 当时,我就是日本的台湾人嘛。 应当是日本台湾人, 他不是说现在是拿中华民国的。 国民啊! 大家拿来看看您的身份证是不是公民。 也不是啊! 国民耶! 读书告诉我们说, 二十岁就可以是一个国家的什么? 公民嘛! 他为什么不花公民证给我们? 大家都是国民。 他这个都是违法, 花这个国民也是违法的嘛。 这都很清楚啊! 这个都是很清楚的。 我为什么回去也一定要跟你的邻居朋友去讲。 人家要请你坐车去台北国库纪念馆, 庆祝光复节。 那就是客家在关廟宫啦! 台湾根本没有什么关乎不关乎。 为什么他说,啊! 关乎台湾,啊! 那就是客家在关廟宫。 这是什么情形? 那好像老早这块土地, 就是中国的。 才有光复的可能嘛! 这块土地是谁的? 人家日本天皇就按照国计划, 已经完成了。 啊! 台湾是不可分割的领土, 在1945年。 4月1号, 台湾选出三位参议员, 五位众议员, 到东京开会。 这都是事实啊! 那哪里说有光复? 他故意, 故意, 啊! 骗, 当时的日本台湾人, 实施戒严, 再来二二八事件。 把台湾的精英全部杀掉。 留下来的会比较乖啦。 所以, 当时我父母亲都讲, 你那人有嘴, 有嘴啦! 不知道, 有嘻嘻, 没有嘴, 就是说, 大家, 要听就好啦! 没有嘴啦! 你那人要不可以说话啦! 咖啡啦! 你又说话, 都要把白头骨子抓去啦! 白头骨子知道了吗? 不是啦! 那个宪兵啦! 戴得白白的那个啦! 哎呦! 这个也都不清楚啦! 白头骨子, 他把李登辉讲啊! 三更半夜, 前面有人敲门, 他赶快要从后面溜喔! 他等一下就把白头骨子抓去! 这个就是, 这些嘛! 他, 这个, 他们主张什么? 他们说, 凯罗仙言, 波斯坦仙言, 这个什么叫做仙言? 大家要搞清楚喔! 法律的层级要搞清楚! 仙言, 等于是异象师啦! 大家几个啊! 我们以后, 要怎么样做好不好? 做好了, 到报纸去公开一下! 根本不是法律! 仙言就是异象师! 所谓法律, 就是旧新山和平条约! 台湾, 根本不讲旧新山和平条约! 为什么? 他不愿给我们人民知道, 所以他不讲旧新山和平条约! 这个是事实, 要给大家能够了解。 这样回去以后啦! 如果有人要你们去说 我们到10月25号 我们到台北有车子可以坐 中午又可以有吃便当 大家来 那这个就是什么 你跟连战一样 跑去跟中共背书 还参加他们的阅兵 等于是一样 相同的性质 会以后会被本土台湾人手透气 回去要告诉 因为你去了 他还 我听到说还怎么讲 那些国外的人都会回来 好像那个世界各国都回来 我要告诉大家 第一次 李登辉就职典礼 也就是在 国户纪念馆 那个地方 里面可以容纳200位 我是其中一位 我也进到里面去 我们的这个徽章啊 跟那个时候 李登辉总统第一次就职的徽章 有联同了 这个形式啊 有一样啊 是我提供出来我那个徽章 参考来设计的 跟我们的徽章 我当时是代表 非洲的侨界只有两位进去 非洲那么大 我是代表南非的侨界 只有两位进到 其他七个州啊 如果有车子可以坐又可以旅游又可以便当吃 那你吃给人家去做什么 做 那你吃给人家吃 你看台湾人民这么喜欢都来庆祝光复节 事实上这个光复节就是欺责在管妙宫啦 他们要来认为变成是合理的 合理的统治台湾了 叫台湾人民来选流亡政府的选举 也是他们是要把它合理化 所以一定要注意到这些 我们选举不要去投票 它的投票率降低 世界上有这个例子 波多里海三小国曾经有这个例子 这个就是告诉大家有这个观念 那现在要麻烦我们的同心把我们放一个 我们这个身份证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有的同学在海外都在用我们的身份证 来 我们看看 好 再下 好 那个黄石胶 我们听 还有我们的同心 黄石胶 我们把高重一下 请他来献身策划 他去美国来用到 看他怎么说 这都没到空了 好 来 阿姨 你刚报告一个时间地点 和使用的过程 给大家了解一下 好 来 好 大家好 我黄石胶 因为我2014年的10月份去美国 去上课 因为当时去的时候我和我妹妹两个都去 因为我两个人坐不一样的航班 我是坐台北航空 他是坐幽约 因为我要通关的时候 因为我立起的时候 不记得拿新闻证给他 可是回来的时候 我想说我有新闻证 不记得拿给他 我知道他拿新闻证给他 那个通关人员 他就拿我这个身闻证 他在那个电脑上面扫描一下 结果他就还给我 他是双手 双手 移工送还给我 我很感动 我想记得我 我出入美国很多百 都不得到 这么好的 这么严重 送给我 他给我另外一边 另外一个通道 那另外一个通道 我就很顺利的 也不用检查 就顺利的过去了 那另外我的朋友 他在旁边 他在旁边在那边等很久 而且他们要通关的时候 那个外套 鞋子 衣服都要脱下来 放在那个盘子里面 才可以通过 那人呢 也要站在另外一个旋转的 那个扫描器上面 往上这样子 扫描过以后 他有时候不放心 他还拿一个棒子 全身扫描过 才让你通关 所以你那个通关的仪式 是蛮谨慎的 而且是 他很仔细的 每一个地方都很检查过 可是我觉得说 今天很特别 可以用那个身份证通关 甚至呢 我也可以走特别的通道 后来我了解以后 他那个特别通道是因为是国内有那个官员 或是特别任务的人才能走 我感觉很幸运 很幸运 因为我台湾民众有这种想法 很多人给我恭敬那种感觉 因为我最难不接受 就是说 拿雙手向我 每次我通关的时候 他就这样一手而已 他没有用双手 那一天呢 他真的是双手 而且是鞠躬还给我的时候 我很感动 我说 哇 我吃到六十块 去那国外 这次是最尽重 因为我常常在国外出入的时候 台湾都没有人 知道我们台湾 甚至 都欠了 我说不是 我是台湾人 可是没有人知道我们台湾人 可是我们以后 台湾民政府 能够国际正常化 我好感动 很感恩 一早在这边 让我机会跟大家分享 谢谢你们 今天真的很有无报 他能够来到台湾民政府 做这件事情 然后永远这位身份证 我们可以去国外 就备受礼遇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现在就是要跟大家说 你再看这张 这张如果是我们一个童心 去做官岛 官岛是什么人在管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台湾民政府 你怎么漏掉 今天身份证 这个漏掉 拜托 前面那个 民政府 台湾民政府 对了 不是 台湾政府 那个身份证 是台湾政府的 金片的身份证 我们是 台湾政府 对 我们是台湾政府 金片身份证 这没有漏掉 我是说 我说是这个 这个童心 我们这个童心 也拿了这一张 我们这一张 你看 这是台湾政府 身份证 也进到 官岛去 改账 所以 百分之百 钱的 所以 一定要回去 拜托 因为 时间上的关系 齁 要拜托 大家 算 比三件事 齁 第一件 就是要 介绍 少年 的 过来最高 是 我们的 很多人 知道 刚才我 自己的例子 给你 知道了 嘛 第二 要来办 这项 事问证 如果要不办 的话 快来办 第三 第三 要跟 大家说 不要去 参加 十月 二五的 光复节 光复节 你刚才去 给当样板 刚才跟联葬 同样 去那 去中国 让台湾 我们一般的 人民 来 透气 你只要去 坐车 来台北 坐 中途 便当 坐 去 当样板 一定 啊 要去 跟大家 说清楚 啊 希望 大家 啊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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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些會從那邊過來的 如果美軍進來,他不會帶台灣的人 走到中國去 如果走到中國去,他不會走 所以他跟美國說好了 設定一個平坦島 大家尚可 有老師說過嘛 有工師說過嘛,平坦島嘛 但是 但是,台票裡面用你 你有什麼證照都會用你 但是 美國跟他跟中國說好了 他如果怕中國亂了 沒有人家走到四川 走到雲南 走到黑龍江 四國走 自己都搞國民就是這樣 你們大家台灣走來都來住 大平坦島 平坦島 你也在平坦島的亂 平坦島的大橋炸掉 你們就在那島上亂 你就沒有 沒關係 這就是事實上都有安排到的 因為有這個情形 都要拜託大家回去 我們到選團 這樣好嗎 好 感恩 大家 因為時間 什麼關係 我們今天是空口到這裡 謝謝 謝謝